首先我要讲解的是第一题 有关于选择权Black Six模型的假设 请问下列何者为真 第一个选项 Black Six模型假设股票报酬率符合对数常态分配 第二个选项 Black Six模型假设股票价格符合常态分配 第三个选项 Black Six模型假设股价报酬率波动度是固定值 且在所有到期期间均为相同值 而我们从Black Six模型假设可以得知 第一个选项 股票的报酬率应该是符合常态分配 平均数为μ底T 变异数为σ平方底T 第二个选项 股票价格应该是符合对数常态分配 平均数为Long S0加μ-1σ平方T 变异数为σ平方底T 第三个选项则是对的 所以这一题要选择的是B 第二题 应用Black Six欧式买权公式 假设A券商发行2万张欧式买权 若此买权的delta等于nd1等于0.625 则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这题的答案是B 因为根据欧式买权价格公式 其中S代表标的股价和Code的价格为同向变动 因此在nd1等于0.625时 如果股价下跌1元 应该会造成Code的价格下跌0.625元 本题中B选项说 如果标的股价下跌1元 买权的价值会上升0.625元 所以B是错误的选项 我简单讲一下其他正确的选项 A选项 因为nd1可以表示到期时标的资产价内的几率 而此题为欧式买权 价内几率即为标的股票价格大于买权履约价格的几率值 A选项正确 C选项 算法为2万乘以nd1的0.625等于12500 C选项正确 D选项 根据Pulco Parity Delta Put等于Delta Co-1等于nd1-1 因此在本题中 如果是相同规格的卖权 Delta Put应该等于0.625-1等于负的0.375 那现在我来讲解第三题 第三题的题目是 由Blexius欧式买权价格公式可知 假定台证证券发行以台积电为标的的认购权证 台证证券想要规避风险 它将如何复制相同履约价格与相同到期日制认购权证 当台证证券再卖出一张call option时 它同时会利用跟银行借钱加上卖选择权得到的权利金 去市场买台积电股票 借此人交出一张call option来做避险 并且券商在做这件事情时 都不会动用到自己口袋内的钱 所以这题的答案选C 大家好 现在我要讲解的是问答题第一题 题目问说 一个无股力发放的股票的欧式买权 其履约价为50元 到其日为3个月后 而当今股价为52元 无function利率为10% 市场波动度为30% 请问其欧式买权的价值为何 我们将上述所提 S0等于52 K等于50 R等于12% T等于3个月 也就是0.25年 Sigma等于30% 代入Black Shoes Formula 就可以得出D1等于0.536 D2等于0.386 ND1等于0.704 ND2等于0.650 最后得出其欧式买权价值 C约等于5.06元 接下来我要说明的是 问答题第二题 给定Delta T等于T-S 又S小儿T 然后Delta W等于WT-WS 已知Delta W服从常态分配 其妄值为0 变异数为Delta T 那题目要求的是Delta W平方的 期妄值与变异数 首先 我们假定X服从常态分配 期妄值为0 变异数为1 那因为标准常态的风度为3 所以X四次方的期妄值会等于3 现在 我们知道Delta W服从常态分配 期妄值为0 变异数为Delta T 则 Z分数 根号Delta T分至Delta W 也服从常态分配 期妄值为0 变异数为1 由上述可知 Z四次方的期妄值 也就是Delta T平方 分之Delta W四次方的期妄值 会等于3 所以 Delta W四次方的期妄值 等于3倍的Delta T平方 根据前面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用 我们可以用变异数为平方的期妄值 减掉期妄值的平方 来算出题目要求的答案 第一个 Delta W平方的期妄值 会等于Delta W的变异数 加上Delta W期妄值的平方 也就是Delta T加上0 等于Delta T 第二个 Delta W平方的变异数 会等于Delta W四次方的期妄值 减掉Delta W平方的期妄值的平方 也就是3倍的Delta T平方 减掉Delta T平方 等于2倍的Delta T平方 接下来我来讲解计算题的第三题 首先是A小题 那WT是指Winner Process 在某时间点T的函数值 接下来我们从几率分配的定义着手 几率分配的广义定义是 随机变量的几率性值 因此我们要把这个值WT该写成一个增量 WT-W0 那在定义上W0也是等于0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WT等于WT-W0 然后也可以说这个增量 WT-W0服从常态分配 期望值是0变异数为T 接下来是B小题 B小题求算XT的期望值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式子只有WT是随机变数 因此可以把式子的前半段移到外面 专注于求解1SigmaWT的期望值 那由于WT服从常态分配 这里要运用到一个常态动差某函数的公式 代入后可以得到 结果为1的2分之1T乘Sigma平方 再带回上市 整理后可以得到ST的期望值 等于S乘上1的RT次方 接下来是C小题 我们另Y等于LongST 那把ST带入之后可以得到LongS 加上R减2Sigma平方 括号乘上T 加上SigmaWT 这里也是只有WT为一个随机变数 它服从常态分配 那透过式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Y是一个常态分配的线性组合 因此Y本身也会服从常态分配 那我们就可以写说 Y服从于常态分配 它的期望值为LongS 加上R减2Sigma平方 括号乘上T 那它的编译数呢 就是Sigma平方T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Sigma平方T Zither Harp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